伙伴们啊,站站发抖音了啊 我已经发现咱们站站发抖音的规律了 为什么 刚刚凌晨睡得懵懵地 四点钟凌晨四点起来上卫生间的时候 看了一下手机 看见咱们站站发抖音了 我就在想 我说哎,怎么,怎么 十二点多发抖音 我看的时间 啊,原来西班牙跟这边有时差 我就好好想了一下 我就研究了一下 我说咱们站站发抖音的规律到底是什么 我看了一下咱们站站以往发的抖音啊 啊,最早啊 这个前年发抖音的时候是一年发了十四条啊 去年发抖音 去年发抖音 为什么发到五月底以后就不发了 我数了一下啊 也是十四条啊 就是把额度用完了 额度用完了 前年是发十三条加隐藏那条十四条 再往前推的那一年啊 注册的那一年是六条啊 因为年中啊 六条去年到五月底的时候正好十四条额度用完了 我估计咱们站站自己给自己暗暗的下了个决定 说我一年的抖音就是十四条的额度啊 用完就为止了啊 今年才发两条 今年估计是想了想啊呀 不能发太猛啊 这伙伴们在后半年等着啊 极可难耐的 对不对 最近咱们这个火遍全球的这个男人 看看最新版的这个抖音就能感觉到了啊 太帅了 吃小脸这么一堵 小嘴 这么一整啊 哎呦我去 赶紧张姐来伙伴们 肖战璀璨夺目的六种身份 你了解多少 一代言人身份 当今内宇谁的代言独一党 三十四个品牌 三十五组代言 五奢一毫 敢问就这样的牌面 谁曾拥有 再看看这次意大利米兰时装周 肖战是唯一一位两大高奢同时邀请 并在现场与两家CEO相邻而坐 仅有的贵宾级待遇 最高利益的接待 绝对的独一份 海外个人账号开通至今 活粉率高达60%以上 是目前海外最火社交媒体 印上活粉率最高的明星艺人 这一层身份的肖战 可以说是绝对意义上的璀璨 二嘉宾身份 如果你问我当今内宇 最不可思议的双向奔赴在何时出现 我会告诉你 那一定是2020年那一场星光大赏 一场被载入内语史册的八秒鸿海 2020年12月20日肖战在沉寂298天后 涅槃重生 粉丝在星光大赏现场展现了史无前例的鸿海场面 眼里含着泪水的肖战以最强王者身份再次归来 保持炙热坚持下去 或许前路未必是光明坦荡 但也一定充满无限可能 肖战说到做到 这层身份的璀璨夺目 谁又能忘记 三话剧人身份 如果你问我在当今内宇 有谁能让话剧票抢票系统 多次沦为崩溃 每秒在线抢票人数13万家 活拓的告诉你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万里抢衣 花海家人海场面来告诉你 何为人潮绵延 何为花的海洋 而肖战的话剧现场表现也广受好评 战友引力 从此刻开始已经产生了质格变化 这层身份上璀璨夺目的肖战 已经正式踏上演员这条 四 演员身份 如果你问我肖战的20家角色里 哪个演技最最最璀璨夺目 那我会毫不犹豫的告诉你 怡灵老祖 魏无限 这部剧是豆瓣历史上评价人数最多的国产店剧 168万家人次评价 足足领先第二名1.5倍之多 全球最权威评分机构 IMV率平奔国产剧排名前三 评价人数国产剧同样低于 这部剧缔造的电视剧记录泰国泰国 而魏无限这个角色可以说是被肖战演员的历历尽职 泰国见面会那一笑 可以说是载入史册的那一风神一笑 这一层身份的肖战达到了出道后 真正意义上首次的璀璨夺目 五歌手身份 如果你问我在当今内约哪位明星是社畜出身 大龄出道 摇身一变 仅仅用时不到四年 直接化身 内约顶流 而歌手这层身份的完美体现 就是在综艺我们的歌现场 肖战的每一场演出可以说是曲曲风神 而那一首脑人的秋风可以说是直击灵魂深处 这一层身份让肖战不论出席任何活动现场 都可以游刃有余 璀璨夺目 展现最完美的歌喉 成为现场最亮的那颗星 六 公益人身份 肖战用自身的影响力 带动其粉丝做了太多太多公益事件 卢定地震粉丝化身1051836等一串数字谱写了这公益篇章 这次事件也彻彻底底的奠定了肖战也自身影响力 带动这群可爱的人完成着爱心知海的壮举 这层身份的璀璨夺目是那样的与众不同 是那样的让你我心中有爱 这六种身份的璀璨夺目预示着战有引力 在缓缓地向你招手 托德斯这堵斜旋墙 我得好好讲一讲 这个已经不能用牛掰来形容了 当肖战的斜旋在这堵墙上出现时我都惊呆了 首先我看了一下这上面分布的名字 肖战是唯一一位上乡的华人 并且识别出来的这些名字里肖战是年纪最小的那一位 这里面年纪最长的81岁 除肖战外年纪最轻的杰西卡贝尔也是41岁了 比肖战大得近10岁 聊这个板块之前我们来看一看 从肖战目前的走向 他是下定决心要在演员这条路上拿到结果 那我就从演员的全球最高的十大奖项聊一聊 看看这堵墙和这些名人都是什么段位 全球前四大电影奖项分别是奥斯卡金像奖 金钟旅奖金熊奖金石奖 奥斯卡金像奖不用我多说 大家都知道这是作为演员最至高无上的奖项 金钟旅奖是法国嘎那国际电影节最高奖项 金熊奖是德国柏林国际电影节最高奖项 金石奖是意大利维尼斯国际电影节最高奖项 而前十大里除这四项奖以外 还有印度电影观众奖 英国电影学院奖 金球奖 欧洲电影奖 法国凯撒奖 亚太电影大奖 这六大奖项 我们再看看这堵墙上以演员身份获得奥斯卡 最佳男配最佳女主的就有四位 终身成就奖在这十大奖项里出现了三次 俗话说的好 有什么样的圈子成为什么样的人 很容易受到这个磁场的干扰 首先我们能看到这里面 摩纳哥公主 这二位是母女 还有戴安娜王妃 这些贵族肯定不是普通人能比你 戴米摩尔 人鬼情味了的女主 这个大家要是不熟 他前夫和前男友 我估计大家都认识 前夫是布鲁斯威利斯 什么第六感低俗小说 赶死队 太多数不清的经典角色了 前男友是阿什顿库彻 蝴蝶效应的男主 这部剧太经典了 休德洛 杰西卡贝尔 这两位虽然没拿过大奖 但他们也多次提名上述奖项 还有这位超模卡拉布里尼 是极歌手演员 超级名模 音乐人 法国总统夫人一身 这个真的不敢讲 接下来重点来了 首先81岁的这位哈里森福特前辈 59届金球奖的终身成就奖 希拉里斯旺克 这位年近50的女演员太传奇了 分别在第72届和第77届 凭借男孩别哭和百万美元宝贝 这两部电影 两度斩获奥斯卡金像奖 最佳女主角 绝对的传奇 最后的这四位可谓是我们国人最熟知的国际名人 他们分别就在肖战的上下组织 上面的是凯特·温斯莱特 这位与詹姆斯卡梅隆这个世界公认的票房之王导演 合作十次比九 他参与卡梅隆系列电影 泰坦尼科号阿凡达 2009年凭借电影《生死朗读》 问鼎第81届奥斯卡最佳女主角 再看看肖战的下边和左边 乔治·克鲁尼和布拉德·皮特 我太喜欢这两位男演员了 这两兄弟一起主演的三部罗汉曲 我看了不下诗篇 绝对的一个字耍 见人就推荐 神头电影界最成功的系列 这两位在这十大奖项里可以说是提名的不计其数 兄弟俩分别在第78届和第92届奥斯卡上获得最佳男配角 并且2012年由乔治·克鲁尼担任制片的电影《逃离德·黑兰》 获得第85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 2015年获得第72届美国电影电视金球奖终身成就奖 最后我们来看一看肖战的右边 是咱们的阿汤哥 他的谍中谍系列可谓是火遍全球 而我们的阿汤哥也通过多年不懈的努力 获得2022第75届嘎那电影节终身成就奖 讲到这里不禁感叹 在这堵墙上 肖战这两个汉字是何等的璀璨多目 仅仅三十出头的年纪 未来之路可谓是前途无量 我们下期见到这里不禁感叹